大家好,我是Skylet 今天來到西螢盤的Arts Bro 舉行日本人戲冊畫家Kaigo 期間限定展覽《喜錦生活館》 將Kaigo畫中的經典場景 神還原出來 還有很多獨家發售的限定商品 而這裏的cafe 還設計了最適合打卡的特色料理 很精彩 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樣 都很喜歡Kaigo 很有幽默感又生活化的作品 在進去之前 等我和大家分享一下展覽的資訊 展期會至11月30日 門票是由trip.com獨家發售 我們現在就一起進去看看 展覽主要在一樓 一進去就好像進入了Kaigo家族的家 在客廳會見到鱷魚先生 在Kaigo筆下的鱷魚 經常都因為嘴太長 而有一些尷尬又搞笑的場面 這次他就嘗試喝橙汁 整大杯在這裡看來都不太成功 旁邊有方包先生在做set-up 看看電視機在播放Kaigo的小動畫 原來方包做set-up 不像一般人般彎起腰 而是用手把麵包頭摺起來 這樣就當做了 挺搞笑 然後進睡房看看 看到有2.5米高的長頸鹿 他的床真的超級長 原來他要用四個枕頭 就連畫裡長頸鹿的衣服都還原出來 在Kaigo筆下的長頸鹿 就是因為頸太長 而為生活帶來不一樣 我們再看看床邊的相架 忍不住笑嘴一下 而另一邊還會見到行動很慢的樹賴 他在這裡換燈膽 他是慢到天黑還未換好 而場館裡也展出了幾十幅Kaigo的畫作 有些是為這次展覽而畫 也有些是以往經典的作品 而當中還有Kaigo親筆簽名的版畫 大家可以買回去 很有收藏價值 而在這邊還有Kaigo先生的絕密手稿 現場還有很多Kaigo限定商品 大部份都是獨家發售 讓我們一齊看看還有些什麼買 有金屬徽章 明信片 糖膠figures toe bag 貼紙 我便覺得這四款口罩真的很漂亮 全部都是以Kaigo經典插畫作圖 我便忍不住立刻戴著它 參觀完這一層之後 提提大家在下樓梯之前 可以在這幅參觀者登陸紀念場上貼貼紙 和咖啡 同樣很精彩 而樓梯也是兩點之一 還貼了很多薯仔先生的通緝令 究竟薯仔先生躲在哪呢 讓我一會兒告訴你 來到地下的戶外庭院 這裡也有很多打卡位 例如有爬不到梯的鱷魚先生 還有樹賴做司機 時速接近力的紅色電單車 這裡也放了很多用餐桌 可以很寫意地在這裡享受咖啡 也有室內的永餐區 裡面有樹賴陪你慢慢吃 原來被人通緝的薯仔先生 在這裡 他為了掩人耳目 剪了個新髮型 變成了薯條碌 還拖著行李走路 我就在這裡吃一下 薯仔頭剪髮記 配從路障 應一下景 這裡供應好幾款的Kaigo創作料理 簡直將Kaigo的經典策劃 變成了一些食物 就例如有長頸鹿造型咖啡 珠奶慢慢彈 Tiramisu 健康第一 迷迭香蔬菜芝士法包 旋風呼拉包 還有這個 彈起有彈子 這一款我是最喜歡的 鬧鐘一響 三文治先生 整個彈起了 但是它的餡料 還躺在枕頭上 它這個 是在鬆軟的蛋白餅上 有一些西柚和水果粒 我覺得這個組合都蠻特別 今次的分享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 下次再見